根據資料 其實大部分的小孩子骨折是不用開刀的 很大一個部分 那少部分需要開刀的小朋友 大部分是用鋼針就可以固定 那很少部分特別的部位 才需要用到一些 比較類似像大人的骨材 这样来做固定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是简单的钢针固定就可以的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弹性水泪钉 它适用的位置是在肠骨的位置 所谓的肠骨就是像我们的肱骨 大腿骨小腿骨 因为它有很宽的水泪墙 那这时候我们这个钢钉把它折成一个弧度 当我们把它套进我们的骨头的时候 它可以形成一个弧度 把它我们的骨头称在一个腹位的位置 那这样子它就可以维持它的稳定度 那小孩子的话 它因为复原很快 它并不需要像大人的一种那么强的固定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大人用的水泪钉来治疗小孩 最主要是要避开伸张板 因为大人目前用的水泪钉都是要经过伸张板 那这种水泪钉可以在伸张板的上下缘过去 那它可以不用上到伸张板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它断的位置很靠近伸张板 那这时候即便用这种水泪钉 也没有办法达到固定的目的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固定钢板 那一类的方式来做治疗 比如说像这个是护手式的钢板 它螺钉这个头这边有螺纹 它可以跟钢板的螺纹锁定 就可以维持一个固定的角度 以这个钢板为例的话 它就整个把它撑住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那种小孩子的骨头的一个 螺软的特质 它可以比较有好的抓力 那另外一种像这一种的钢板 它的固定方式 它是一个很宽的一个角度 把它打到那个骨头里面去 因为这个很宽 有时候我们在固定敲击的时候 它有时候如果位置不好的时候 就很难去微调 那再也就是说这种传统的钢板 现在其实在国外基本上已经停产了 即便你想用可能也没有东西可以用 那幸运的是小朋友 其实要用到这种钢板的机率不高啦 可吸收的骨钉就是 我们以这个来做区别的话 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骨材 这个的话这一段前面这个是可吸收的材质 那当我们把这个钉子锁到骨头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贴着骨头把这个剪断 这一段都留在里面 那这一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被代谢掉 针对比较粗的骨头或大人 它可能不太合适 因为它的强度可能骨头还没有愈合 它就被吸收掉了 针对小孩子或是大人的 一些比较不用受力的位置 比如说收完骨 比如说我们的竹槐的两侧 外槐跟内槐 它可能可以用这种可吸收的 可以来取代它 台湾针对小孩子的骨材 其实是不多啦 那第一个是它大部分的病人 并不需要用到钢板 或是水泪钉的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个量很少 那厂商或是不愿意生产或是进口 通常我们在临床上面 我们用大人的骨材来治疗小孩子 就所谓的降一级啦 不过基本上 这种几率还不是那么多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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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